日前路没披露 中共原总参谋长助理杨志祺中将已出任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小组组长 习近平军改的幕后智囊机构亮相引关注 杨志祺是中共原总参谋长杨德志上将次子 据中国证券网报道 3月25日中国国防军工产容年会在北京召开 十大军工集团和中国电子等11家央企集团高管 以及海通证券等多家券商人士出席 据报道 中共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下属专家咨询小组组长 原总参谋长助理杨志祺表示 今明两年是军队改革的大头 这次军改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一次改革 去年军队完成了两项改革 一是领导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建立了联合作战体系 这是杨志祺首次以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小组组长身份公开露面 现年70岁的杨志祺是中共原总参谋长杨德志上将次子 曾任总参谋部军务部部长 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 2006年任总参谋长助理 退役后 杨志祺担任了中国退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理事长 前不久的中共两会期间 也有多名军改幕后智囊团的中共高级将领亮相 其中包括原中共副总参谋长张沁生上将 有海外媒体消息说 张沁生是习近平次翻军改的高参点将人 张沁生被指是中共军中的战略家 报道称 习近平这次军改多次向他商巡 也有消息称 自此军改后的军委总部 五大战区的主将名单 有不少是张沁生的建议 港媒还曾报道 习近平对张的信息化军事天才甚为赏识 现年近68岁的张沁生 曾任中共国防大学教育长 副总参谋长 广州军区司令 第一副总参谋长等职 据报 张沁生曾受军中的江派打压 3月23日 习近平携中共军委成员视察国防大学 要求听从中央军委指挥 推进和落实军队改革 国防大学被视为本次军改论证主力的军方智囊团体之一 另据22日官媒报道 财军开始启动 江泽民在执政和干政的20多年中 为巩固其权力提拔了大批将军 其军中心腹 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财后在军中大肆卖官闭绝 提拔的官员遍布军中 外界关注 随着裁军和军改实施 习近平将进一步清洗军中江派势力 对于军队将有更多的控制权